1943年9月12日 莫索尼尼在房间中 紧张地等待着一群人的到来 50天以前 他在政变中被推翻 罗马的电台广播了他下台的消息 这个意大利最有权力的男人 一夜之间成为了阶下囚 而几分钟以前 一群不速之客乘坐滑翔机 来到了大萨索站的帝王台 他们冲进了莫索尼尼的别墅 命运的钟摆一下下地摇动 莫索尼尼知道 他已经跌落谷底的命运 可能会在今天迎来新生 转瞬之间 一个高大的男人进入了房间 这个后来被称为 欧洲最危险男人的战士 严肃地立正在了莫索尼尼面前 说出了他心里最期盼的那句话 领袖奉援手之命 您自由了 关于莫索尼尼的故事 大家可以看历史电视的节目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冲进屋里的这个人 1908年 奥托·斯克尔茨内 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 一个工程师家庭 按说这种家庭 在欧洲至少是个上三期 但奥托出生的年份不好 他正处于欧洲黄金年代的末尾 而随着他的成长 欧洲即将迎来一个 让茨维格绝望到自杀的年代 少年时期的奥托 曾经想成为一名医生 但被父亲 因为家里没钱交学费而拒绝 所以在全副的安排下 1926年 奥托进入大学学习工程学 此时的一战刚刚结束 奥匈帝国的解体 让奥地利变得未来可期 新国家迎来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国内最大的银行濒临破产 聚业率也不太乐观 全国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失业 到处都是该留的 整个国家都憋了一股邪火 没出发 上了大学的奥托发现 他的学校学习氛围不太浓烈 因为他的同学们 都是一群从一战战场上 退下来的老兵匹 每天在学校里 进行各种物理交流 在老兵匹的临选下 奥托迅速进入了 他们的人才库 被选上的原因是 奥托虽然没当过兵 但身高1米92 而且体格健说 一看就是当大哥的了 属于将来能立个棍卡卡棋 在社会上方方便便 说话能管事的人 在学校里 奥托找到了他最喜欢的爱好 基建 在他的大学里 同学之间最主要的活动 就是基建 物理上的基建 奥托在校期间 与同学决斗14次 由于屡战屡胜 成为了一名 响当当的维也纳老炮儿 由于武德崇沛 奥托在学校参加了 奥地利国土安全部 这个组织跟纳粹联系紧密 刚毕业的奥托 也聆听了哥佩尔的演讲 被鼓动的心肖崩潰 于1932年 加入了奥地利纳粹党 在毕业后 奥托激动地决定 我得找事工作 是的 虽然奥托的一生极其传奇 但是在本质上 始终是个日子人 毕业后的他 先当了一家 汽车厂老板的坠序 后成立了一家 嚼水驾公司 虽然挂了个 纳粹党员的头衔 但很少参加他们的活动 正行有事干的人 谁天天搞街头政治 日子人奥托 每天乐呵呵地 做自己的小生意 赚了不少钱 但1938年的一个夜晚 命运将会把它 拉入另一个轨道 1938年的欧洲 发生了一些小事 其中一件是德奥合并 德奥合并的过程 比较复杂 但总的来说 是因为两国同温同源 德国想要兼并奥地利 奥地利人分为两派 一派支持 一派反对 国内的情况 就像是两个小一汉搞鸡 同事操哥呀 那么 奥托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答案是没有看法 他在情感上支持合并 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他有生意要做 该干啥干啥 主要我合并光我屁事 1938年3月11日的中午 奥托出门办事 他在一家叫做 以窗眺望者的咖啡馆里吃午餐 吃着吃着 窗外停下了好几辆大卡车 原来是两派人马在街头约降 不一会儿就打得山滑烂漫 奥托饶有兴致地 看着这群人上演街头MMA 觉得这群人纯属傻 不过 他也没有想劝架的意思 人有悲欢离合 牛马点队生活 有表演看挺好的 奥托在真人秀的加乘下 饱餐一顿 然后继续在城里办事 到了晚上 奥托听说 旧总理许什尼格辞职 新总理上台的消息 觉得大局已经落定 准备回家睡觉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德军已经越过边境 而他机械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一烂黑色的政府车 横在了他面前 里面跑出一名大汉 奥托仔细一看 我操 这不是我们兄弟会的老大 布伦诺·威斯吗 你在这干啥 威斯也看到了奥托 非常兴奋地告诉他 赶紧的 上车 德军已经跨过边境 前而没那辆是总统的作家 我们得赶紧跟过去绑架 不 去保护总统 一脸懵逼的奥托 就这样被机械车老大 耗上了车 风驰电车的往总统府冲 到达总统府时 奥托仔细总统米克拉斯 也刚回来 正趁着楼梯往上走 威斯大哥嗷嗷叫的 就冲了上去 喊了一声 总统请留步 但就像教主里根的单位 记者一样 这早就喊出了反作用 惊动了三楼的总统卫兵 卫兵们迅速在楼梯上 架枪往下瞄准 楼下的纳粹分子 也聚了二十多号人 他们也纷纷掏出家后 向楼上瞄准 眼看一场火兵就要爆发 可怜的总统还在二楼梦逼中 关键时刻 奥托仔终了出来 大喝一声 我有一言请诸君敬听 然后他挤到了总统身边 大声表示 楼上的兄弟 你们想要保护总统 巧了 我们也想要保护总统 咱们没必要兵容相见 我们这边不会上楼 只需要我这一个代表 陪着总统 我可以不带任何武器 楼上的兄弟看看如何 总统大人您觉得呢 总统本人在懵逼中 逐渐缓了过来 大致明白了这帮人想干啥 他本来也没打算抵抗德国入侵 便同意了奥托的要求 两人缓缓走上三楼 就这样 两个男人度过了漫长的一夜 次日 奥托又陪从总统 去了沃尔特湖边的度假别墅 直到总统在3月13日宣布辞职 就这样 奥托留下了自己在史书上的第一笔 靠的并非是身手 而是嘴炮功夫 这是一向让他长期受益的技能 而从这惊奇的一夜开始 他逐渐从一个普通人 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德奥合并后 奥托因为立友大功 获得了纳粹的赏识 结交了不少高官 然后 他又回去做生意了 不做生意干嘛 厂子里还有那么多剩余价值 怎么弱去剥削呢 他才没兴趣参与不赚钱的事 但是很快 奥托的买卖就做不下去了 因为德奥合并后 奥托一开始实行全民兵一致 奥托手下的工人们 隔三叉五被抓走训练 好好的生意被搅和个稀烂 到了闪击波兰之后 所有的老爷们都要入伍 生意干碎没法做了 奥托本人也必须参加军队 他想来想去决定参加空军 因为空军火少不累 待遇高 而且他曾经开过教练机 有技术优势 然后他就被拒了 拒绝他的原因很简单 你身高1米92 你来空军干啥 1380不够你开的 被空军拒绝后 奥托选择了待遇第二号的党卫军 这次他成功入选 于1940年2月 成为一名党卫军下级军官 奥托跟着部队 参加了法国战役和南斯拉夫战争 虽然也立过功 但由于战场墨鱼 经常被上级训斥 比如不计风机扣 忘了给卡车加水等等 等到了苏泽开战 他已经成为一名中级军官 跟着部队从基辅打到莫斯科 在东线 他墨鱼摸得更加肆无忌惮 无论在哪 他都得给自己弄个舒服的住宿 还给自己找了俩仆人 在前线也要过日子 但是1942年2月 奥托在战场上受了一点小刹伤 简单的说 就是被卡丘莎炸到了脑子 但偏心击中了他的后脑勺 虽然没要命 但导致了严重的利己和胆当炎 因此他被调往后方 这是绝对的因祸得福 因为如果这次他不调回来 等到苏军反击时 他就回不来了 就这样 奥托在柏林养病到了1943年 中途曾经短暂入役 但因为过于懒散 又被踢出队伍 直到1943年4月 他接到了一张调令 请立刻举柏林武装党卫军总部报道 调令的起因 是因为到1943年 正面战场不乐观的希特勒 开始剑走偏锋 想学习英国人 组织一些特种部队 命令全军选拔 涉合特种作战的人才 对于元首的这个命令 德军高层发了难 因为在戎克贵族眼里 搞投袭的都是重置 真男人从来齿刚正面 正经军官没人愿意接这个活 但这个差事 也不是随便找个人 就能对付过去的 因为这个人可能 直接面对希特勒 很可能平步情侣 像希姆莱一样另立山头 所以 德军高层经过研究后 要找一个不讲武德 脑子灵活 野心很少 废话不多的人 来称赞这个任务 就这样 奥特勃被上级选中 因为他的摸鱼是全方位的 哪怕在战斗中 他也属于投机取巧 希望利用化劲 四两拨千斤的那种人 很符合岗位要求 同时 他一个奥特利日子人 也没啥荣誉感可言 更没有啥野心 所以 就是你了 在接到这个命令以前 奥特没学过一天的特种作战 只能拿着本教材 边干边学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 被派到伊朗 去联合当地武装 出席盟军补给线 结果伊朗人前手了 事不办 等乍干奥特的经费后 转手把他的手下 卖给了盟军 乍干了最后的剩余价值 周八皮看来都说狠心 他的第二项任务 是用V1火箭尝试着载人 结果没有一次成功的 百公里消耗好几个人 舍进去不少兄弟 虽然屡次失败 但上面没有解散部队的意思 奥特只能哭哈哈的接着训练部队 直到1943年7月25日 一个命令传达给他 立刻举狼学报道 元首要见你 在狼学里 希特特同时招加了六名军官 询问他们对意大利的看法 大部分的军官回答的都是 政治正确的答案 意大利是我们的坚定朋友 只有到了奥特这 他回答了一句 我是奥地利人 这是一句水平很高的回答 因为奥地利和意大利在一战中打成了世仇 奥特是在暗示 自己对意大利没啥好感 所以 希特勒留下了奥特 告诉他 意大利发生了政变 穆索里尼被捕了 新政府恐怕要投靠盟军 为了避免意大利再次横跳 我要你把穆索里尼救出来 空军会全力配合你 元首有令 奥特不敢怠慢 出门想找空军商量时 希普莱进来了 希普莱在像疯狗一样 长篇大论的口骸一顿以后 给奥特下了命令 你这次不仅要解救穆索里尼 还要把包括王储在内的 意大利高官都抓回来 奥特心想 你这事不该找我呀 你应该找小曼或者小虎啊 但希普莱不管 对着奥特狂喷一通 想想自己的家人 奥特忍了 很快 带着希特勒的期许 和希普莱的口水 奥特带着人到达了罗马 然后他发现 意大利人打仗虽然不行 情报工作做的还可以啊 穆索里尼的关押地点不断更换 奥特等人不断打听 有说他在岛上的 有说他在山上的 恨不得有人说他在通流 就是无法确认位置 反复折腾数次后 靠着国内的情报 奥特基本确认了 穆索里尼被关在 大萨索山帝王台上的 一处渡家别墅 到达附近后 他派人去套话 他手下的军官在当地和人打赌 穆索里尼肯定已经死了 勇敢诚实的意大利人 立刻出来反驳 表示你放屁 老子昨天还看见 穆索里尼在山上出现 一来二去 奥特他们终于确认了 穆索里尼的位置 在侦查完地方台以后 奥特才意识到 这个任务有多难 这个高台在山顶上 旁边不是悬崖 就是峭壁 由于自动相机故障 奥特不得不在5000米高空中 探出身子 用相机拍照 差点没把自己弄死 由于地方台上 只有一条懒绳沟通上下 所以靠常规方法 肯定没机会上去 经过多方研讨 最终大家决定采取一个方案 滑翔机空降 后世很多人说 这个方案是奥特提出的 实际上 奥特根本不懂这种技术 这个方案由同行的空军军官提出 在这次行动里 空军才是绝对主力 行动开始前 奥特进行了战前动员 告诉士兵们 这次行动非常危险 可以自行退出 但他手下的士兵们 都相当懂得 硬者云挤 1949年9月12日凌晨5点 奥特带领突击队在机场集合 为了应对可能的一切情况 突击队携带了足足5天的物资 连水果都带了好几箱 就怕行动失败 被困在山上 结果这群老哥在机场上 左等右等 飞机就是不来 一会儿传来消息 飞机晚点 得10点以后才能到 奥特疯了 我好不容易把士气扇护起来 这段等待的时间可搭着 无奈之下 奥特对士兵们宣布 弟兄们 反正咱们这次干的是玩命了吧 谁知道还有没有下顿饭 来 兄弟们把食品揪水都打开 今天咱们胖光的胖帅 大家嗨起来 然后 这百十来号人 就在机场上开始了团建聚餐 还拉上了来劝翔异军的 意大利将军索莱迪 这顿大酒一直整到了中午11点 飞机总算来了 突击队员陆续上了滑翔机 朝山顶飞去 然后奥特就发现 自己把自己给坑了 本身 喝完酒坐车就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别说坐飞机了 滑翔机机舱狭窄 加上一路颠簸 把酒足饭饱的突击队员们 颠得上吐下线 机舱里充满了二手啤酒肘子的气息 到党目标上空后 由于缺乏经验 奥特带着党卫军突击队员 提前切断了牵引伤 此时有经验的空军伞兵 还在天上盘旋 而奥特等人 乘着没有减速的滑翔机 在别墅后面的狮子路上 来了个脸杀 机舱里面的人颠得七魂八素 飞机冲了二十多米后停了下来 等奥特从飞机里爬出来时 他发现自己距离别墅 只剩下15米了 意大利守军 懵逼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下飞机后的奥特 也管不了地图不地图了 对着眼前的大门 就冲了进去 看见一个意大利小兵 坐在电台前 上去一脚把小兵踹飞 一枪多把电台砸个细碎 然后 他冲进屋里准备上楼时 突然发现 操 楼梯呢 换有一圈的奥特才明白 自己所在的是一个独立的发包室 莫索里尼不在这 他赶快出门 一抬头正看见一个光亮的大脑袋 老莫 你在这呢 意大利卫兵们本来就很工逼 看见了老长官所来的以后 更加不知所措 此时奥特大喝一声 不过我把手举起来 意大利人一听 这命令我们守护 齐双双双双的兴起了法国军力 奥特在没有任何人阻拦的情况下 来到了莫索里尼的房间 说出了开头的那句话 领袖 奉原首之命 您自由了 莫索里尼惊讶的发现 跟着奥特一起上来的 居然还有个随君摄影师 老莫是个镜头感非常强的人 他立刻过来拥抱奥特 然后对着镜头说道 我就知道 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 不会抛弃我 我很幸运 拥有这样全心全意的盟友 老莫的镜头拍完了 奥特找来了 意大利守军的指挥官 命令这个上校 立刻向他投降 上校都懵了 你扯我手下这群废物们 还有双手下下的吗 就算是意大利人 也不能让我们投降两次吧 但是奥特不管 不行 你们的投降场景 出篇率太低了 上校实在没办法 出门拿了一杯红酒 递给了奥特 摆了个pose 净胜利者 此时的德军散兵 已经陆续占领了 整个帝王台 伊特利人没有任何抵抗 摄影师开始 帝王台上到处拍摄 纪念这场惊险的战斗 既然攻守双方 都放红了下来 很快 很多军官提出来 领袖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 我也想跟进合征影 此时的莫索里尼 也不敢说啥 他跟个封顶区的骆驼一样 被各路军官 没完没了地拽过来 合影留念 成为了网红打卡的工具人 莫索里尼的内心是崩溃的 人也救了 下眼拍了 赶紧走吧 可是刚刚自由的他 此时也拿不起领袖的架子 只能尴尬而不是礼貌地 冲担合影背景板 下午4点 莱吉他的飞机终于来了 莱吉莫索里尼的飞机 是一架小型的侦察机 除了飞行员 只能带一个人 但此时的奥托 却坚决要求 自己与莫索里尼 同乘一架飞机 飞行员都哭了 大哥 莫索里尼就已经相当不瘦了 再加上一米九几的你 你拿我的飞机的霍拉拉呢 但奥托不管 他知道这时候 陪在莫索里尼身边的意义 他强令飞行员起飞 飞机起飞后 果然一位超重 立刻朝山下砸了下去 好在飞行员记忆惊人 在离第三十米的空中 硬拉起了飞机 否则老毛就交代在了奥托手里了 奥托和莫索里尼下山后 山上的德国人和伊赛利人 立刻拿出别墅里的酒肉 开始涟漪 一直喝到半夜才下山 营救行动大破成功 由于素材充足 这次行动的公关做得异常好 当初训斥奥托的希姆来 换了副嘴脸 好了我服个软 算你做了行了吧 奥托被纳粹树立为典范 再加上他自己天忧加速的描述 这场营救行动被宣传的 低档起伏惊险万分 很快连盟局那边都表示赞叹 由此奥托获得了一个 跟随他一辈子的名号 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由于任务完成出色 奥托被上级寄予后 很快他又得到了一个任务 取得黑蓝 刺杀盟军三大巨头 这个任务台下根没执行 你这哪是让我出勤 这是让我出殡 对于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俩 奥托心里是清楚的 这次抗命上级没有追究 很快给了他第二个任务 去南斯拉夫 刺杀或抓捕铁托 听到这个命令 奥托的内心是崩溃的 因为这也是个出殡的任务 铁托在南斯拉夫的势力相当大 而且奥托知道 给他们提供情报的 克雷迪亚二鬼子的情报能力 也是离地院上铺 但他不敢抗命第二次 只能硬着头皮带人去了南斯拉夫 根据克雷迪亚二鬼子提供的情报 他和当地德军设计了一个 两拨工匠的计划 据说可以直接降落在铁托住所方面 指导龙潮离平扫学 然后由于情报失误 德军的第一拨散兵 在空匠中就被德国自己的空军 消灭了一百多 他们精准地降落到了 南斯拉夫抵抗军的军官学校旁边 军校学生们立刻吵架和围攻他们 大多数人都落地成和儿子 第二波运气超好 他们落地后没有碰到抵抗军 而是直接落到了 南斯拉夫军队的炮火覆盖区域 他们散将后被一波提火 几乎全军覆没 最后 在经历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后 奥托的突击队 只抢到了铁桌的军章女套 顺便俘虏了一个 能串起通牢宇宙的人 这个人我们将来会讲 这次行动失败后 奥托的部队休整了一段时间 此时已经是1944年下半年 纳粹的形势已经不太乐观 逊亚利射亡霍尔蒂准备跳返到苏联 希特勒命令奥托 立刻去抓捕霍尔蒂 同时给予他最高授权 原首的最高授权 这可不是一般的权利 奥托立刻运用了这项权力 朝着军区官要了四根大枪杠 以补充能量 在逊亚利的这次 奥托精彩地完成了任务 他先是把霍尔蒂的儿子 骗出了一顿暴打 用他来威胁霍尔蒂 发现威胁不成后 他直接带人冲到了霍尔蒂的城堡 逮捕了他 整个行动中 德军损失不到十个人 这场代号为米老鼠的斩首行动 震撼了全世界 再次坐舍了奥托的名号 不过 一两次成功的战术动作 已经拯救不了纳粹了 搞定匈亚利的奥托 立刻被招回狼穴 希特勒给了他另一个任务 施救行动 1944年年末 诺曼底登落后的盟局势不可挡 但是 希特勒认为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 因此在当年12月 组织了纳粹西线的最后一击 阿登反击战 由于实力不济 希特勒只能寄希望于非常规模式 他召见了奥托 要求他带领一个旅的特量部队 穿上盟局的衣服深入敌后 用着莫兹河上的几座桥 同时搞乱他们 在敌人后方搞一点小破坏 接到命令后 奥托开始和约德尔将军商量细节 奥托要求 让我潜入敌后没问题 但我需要3300名精通英语的士兵 于是 国防部的官僚们悍然发布命令 要求全军内寻找会说英语的人 完全没做任何保密措施 果然 这次命令还没有传到基层 盟军就知道了 结果盟军的官僚们 比德军还不靠谱 这么明显的情报 没有引起任何重视 消息传到统帅部 已读不回 被惊出冷汗的奥托 赶紧到约德尔的投诉 要求保密筛选 结果在七挑八选之后 德军农部确实给他抽掉了3000多人 但至于英语水平嘛 在这3000多人里 精通英语并能说美国俚语的 只有10个人 有40人能说英语 但听不懂美国俚语 还有一百多人 能用英语勉强对话 剩下的 都是豪阿又行选手 你说明天一起去前辈楼子 他听听了熏农屁股后面长个猴子 用奥托的话说 你们连美国龙子都骗不了 仍然解决不了 奥托要求的盟军装备也是一塌糊涂 因为德军在前线本来就是连迟败仗 上哪有那么多完整的盟军装备 古德里安给他凑了12领暴使坦克 把炮塔啥都改不改吧 加上盟军涂装 老兄你就凑合事吧 事已至此 奥托知道主要任务肯定是没戏了 但是为了交差 好得把次要任务完成吧 他挑选了120名英语流利的士兵集中训练 准备潜伏到底后搞点小破坏 然后在集训的时候 由于奥托的威名实在太盛 听说自己的顶头上司是他后 手下士兵纷纷猜测 这次要搞什么大事件 有人说要直接横穿法国 到布里斯港拯救被困的德军 有人说要直接攻陷洛里昂要塞 最狠的是一个叫威廉·施密特的中尉 他神秘兮兮地找到奥托 声称 我已经知道了行动的目标 奥托大惊实色地和他单独谈话 施密特中尉说 我们是要直接杀奔巴黎 把艾森好眼干掉 对不对 哭笑不得的奥托没法细掰着 只能神秘兮兮地表示 到时你就知道了 因为德军的聊胜于无的保密措施 让他心有余计 与其菲利皮尔不如让手下人瞎猜 就等往外放烟雾弹了 不久的将来 他将为自己的决定 狠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吧 1944年12月16日 阿登反击战行动开始 在任务首日 奥托的主要任务就毫无悬念地失败了 今天有命的他 还是把120人的突击队派了出去 希望起码达成次要目标吧 让奥托没想到的是 这个行动居然起到了奇效 这支英语流略的突击队 在敌后到处乱窜 次数造谣 放出去的假消息 让美军84时足足迷入了三天 拔掉的雷区标志 让不少美军进入了真雷区 盟军的防区被搅得稀烂 在奥托派出去的十个突击组中 有两个比较倒霉 没动啥动作就被美军抓了 一个组是因为不熟悉美军的土豪习惯 吉普社上做了四个人 另一个是用错了一个单词 但偏偏是这两个被辅祖 对盟军造成的破坏最大 因为那里面有个叫施敏特的中尉 施敏特被辅后 如实交代了他准备干挺 埃森豪威尔的计划 美军情报部门一对比 好家伙 他们的头号人物 奥托、斯克尔茨内 好像真没露面 难不成是去巴黎指导龙潭了 谣言传播的速度往往是惊人的 很快就有一群法国人亲眼见过了奥托 药剂声称 此人来这里买过药 农妇声称 那家伙到家里买过食物等等 大惊实色的美军 把埃森豪威尔塞进小黑屋里保护起来 生怕他被奥托斩首 这边巴黎乱成一团 前线的美军更惨 几十万大军开始了问答游戏 失败者最经厌是一顿豪打 他们的问题类似于美国耿百科 很多正行逃习的老美国都未必打得上来 比如某场棒球赛的比分 或者米老鼠的女朋友叫什么等等 由于脱离群众 不少盟军的高级将领都纷纷中招 美军布鲁斯克拉克准将在巡视时 被一群宪兵来向 因为勿将芝加哥小熊队 说成是美国联盟成员而惨遭逮捕 被封房审讯五小时后才被证明身份 更悲惨的是奥马尔布拉德利中将 好歹克拉克是答错了问题才被抓 但布拉德利是在乘射回总部时被宪兵给拦了 非让他回答伊利诺伊州的首府在哪 作为学霸的中将 很自然地说出了正确答案 斯福林菲尔德 但那帮太教义业的大头兵们 一口咬定说是芝加哥 任凭中将怎么解释 大兵们根本不听你这套 听军一集话 盗窃十本书 一代民将差点惨死在自己人的皮靴下 但是最惨的人还不是他 蒙哥玛丽听说艾森豪尔被禁足后 跑到一线美军那边去刷声望 然而他不知道那阵子最流行的谣言 就是奥托找到一个 酷似蒙哥玛丽的间谍 去刺察艾森豪尔 可怜的蒙哥玛丽 被人一枪打爆轮胎 像拖死狗一样拽进路边的骨仓 要不是后来有英军上位 认识少下守卫 搞不好就交代了 艾森豪尔听说这事后 还幸在乐祸 表示 斯科尔资内总算干了点好事 将领都这样 小兵更不用说了 有人因为没有吐槽军量难吃 而被怀疑是间谍 抓起来一顿好打 有人因为拿了一双德国军靴做纪念 差点被当成间谍毕掉 在奥托的影响下 几十万大军互相猜谜 奥托的突击队在损失25人后 于12月20日收队 而盟军的反间谍行为 居然一直持续到1945年1月 足足抓了2500多名间谍 约案率超过99% 阿邓反击战结束后 奥托本人都挂了菜 他终于被从前线调回 不过他一点都不高兴 原因是 希姆来命令他搜集一些残兵 去波兰登某州打个反击 别紧张 对手不过是个司机而已 哪个司机呢 康斯坦丁 罗克索夫斯基 奥托无奈之下 搜传瓜度地搜集了 1000多残兵败将 这点兵力次放在东线 跟往太平洋里撒尿差不多 他率领部下死得顶了20多天后 复命撤往阿尔比斯山 准备进行最后的离抗 然后 波林就传来了希特勒自杀 德国投降的消息 奥托解散了手下部队 准备向美军投降 此时的美军仍在全欧洲通缉他 奥托给美军写了两封投降信 全部是深大海 指责自己亲自先人投降 到达美军基地后 美国大运表示你谁呀 投降 站在这等着 我联系一下上级问你是谁 当确认奥托的身份后 他立刻就被包围了 这个欧洲最危险男人的投降 成为了头号新闻 抓到奥托后 美军立刻开始了对他的审讯 问题只有一个 说 当年刺杀艾森豪尔的时候 谁配合了 谁参与了 打算怎么行动 奥托被搞得哭笑不得 任他怎么解释 盟军都不相信 他没准备刺杀艾森豪尔 毕竟你堂堂欧洲第一恶害 你不弄哪大新闻 谁相信呢 然而奥托最终也没有被审判 因为他赶在纽伦堡审判之前 成功越狱了 不过 他越狱的剧情并没有多么传奇 其实就是CIA招安了他 派了几个人把他骗出来捐狱 奥托之所以投靠CIA 是因为中情局告诉他 要么你被招安 要么我听说苏联那边对你很感兴趣 你要不去那边坐庄 思来想去 奥托觉得 可能还是在美国这边是更舒适一些 约录后的几年里 没人说得清他究竟干了什么 倒不是因为他隐姓埋名 主要是他太能出牛逼了 根据战后的一些说法 他在冷战期间 配合中情局成立了盖伦组织 吸纳了大批纳粹云孽 来为美国收集情报 同时 他还去了阿根廷 给胡安碧龙当过一段时间顾问 据说他还和碧龙夫人 有过一段婚外恋 不过这大概率是 他自己造谣蹭热度 因为他在战后的主要工作 就是自我包装 1950年2月13日下午 奥托被记者拍到了 出现在了巴黎香气历史大道 第二天就上了报纸掏条 欧洲最危险男人 出现在了法国 引起了轰动 大家都猜测 他是不是要搞什么大新闻 然后 有人传说他去非洲发动政变了 有人传说他来刺探法国的情报了 整个巴黎传得神乎其神 两个月后 奥托的回忆录 由三家出版社共同出版 而报道他在巴黎露面的 迅速成为了畅销书 什么叫掌握流量密码呀 1950年9月 奥托不知道走了什么门路 跟西班牙弗朗哥交上了朋友 开始帮助纳粹云捏往南北偷渡 1953年 他抢了埃及 开始帮助纳粹训练埃及军队 教他们怎么收拾犹太人 在训练埃及军队的过程中 他顺便培养了一批阿拉伯志愿军 其中还尤其赏识一个小伙子 名叫亚西尔·阿拉法特 如果看到这里 你可能以为奥托是什么 死不悔改的忠诚纳粹 但我告诉你 不是的 奥托帮助埃及打以色列 纯粹是生意而已 埃及与奥托的合同到期 他头也不回来就走了 转过头被摩萨德召唤 他立刻向摩萨德出卖了 纳塞尔的捣断炸术 不是我不仗义 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由于又广泛 战后的奥托可谓手眼通天 他收纳粹余念的钱搞臭度 和摩萨德一起卖军火 培训到阿拉伯的抵抗军 还收买欧洲干小媒体 给自己提供声量 亲自下场吹逼 把自己在二战中的形象 吹得神乎其身 带动着回忆路销量 一路飙升 而且在他的着力推动下 关于他的传说越吹越离谱 什么在刚果拥有私人军队 ZAA准备雇用他 去刺杀卡斯特罗 甚至有人说 他要寻找圣杯 重任纳粹等等 不过 说归说做归做 虽然奥托在战后 被视作典型的纳粹余孽 但他没有任何实践行为 他在1950年版本的回忆路中 对纳粹毫无感情 在70年代 纳粹余孽势力逐渐抬头后 他在回忆路里 又成为了光荣的第三帝国战士 一句话 生意都是生意而已 克勒战后 吃之以恒的折腾 奥托最终成为了 身价数千万美元的富豪 1970年 奥托患上了脊椎肿瘤 从此半身不随 与病魔战斗五年后 这个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于1975年去世 享年67岁 这就是著名的 二战第一特种兵的故事 在奥托的遗嘱里 这位德国抛作炉洒热血的男人 坚决的要求 把自己埋葬回 奥地利的家族墓地里 不跟德国有什么交集 一切的传奇和荣誉都是虚妄 在折腾了一辈子以后 这个奥地利的日子人 终于还是回到了 自己的没有故事的故乡